LA TEMARINATO TAHAROIA PITAU LIAXI EMRA KHUN LA FARRA MIN LA FARRAA DITALIYA BE HARFU GERWY MUNASIP RUNG SIR TAMTA DECIRSI TAN RUXIA利I KUNGA A ATARIFU BE AN NA JEMIA ZOROF TAO ZEF MAN TÕBICA ALAIKA WALAKIN LIA BUDD AN NANTEZER 我承认你符合所有认知条件 但毫无疑问 我要等待董事会的最终决定 我一定会为你向经理 要求一套 他早就承诺你的房子 你一定等我有一会儿了 你一定等我有一会儿了 你一定等我一会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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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我坦白和你说 我对这份工作很犹豫 因为我发现 我不适合他 尽管我尊重不同形式的工作 青年们我们应该经常与知识 保持联系 丰富的经常的 更新知识 是生活成功的重要手段之一 大部分你所幻想的 为了求职成功的 为了求职成功的东西 都是不必要的 他们挑选员工 最关注的是员工具有的才华和能力 巴勒斯坦青年说 我长大梦想着回到祖国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但是很遗憾 我还是没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研究 我差点就要出去找他的时候 他回来了 我就放心了 我上完课回到家 把椅子像飞机的座位那样 有规律的排列 在画线单词同一词旁边打高 我认为这个职位适合我 我相信你的能力将上任这个职位 事实上空姐的工作 是一份内人的工作 你知道怎么在网上搜索信息吗 这位演员在艺术领域 享有很高的商业 古兰经是伊斯兰国家立法的第一基础 母亲经常告诫她的孩子要做好事 我可以清楚地翻遍哪个 不论是第一种乘客多么害羞 而另一种乘客多么粗鲁 用括号中的联词填空 我很优秀 我认真听讲 用心思考 仔细观察 乘客举手要求空姐到他那去 空姐对他的客人说 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后 他会回来 这个男人问机场工作人员 飞机是按时到达还是延后 印度乘客 意大利乘客 和瑞典乘客 从飞机上下来 让加马尔老师和阿迪布老师出席在开罗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我买票后 然后小跑到离车站最近的餐厅吃饭 我遇见的不是一个坏人 而是一个好人 我们的领导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无疑都在工作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 公司在面试中最看重的是工作能力 然后是优异和好的外貌 将画现词的双书和副书写书 并改写句子标音 这个姑娘坐着很专注的盯着家门口 他的兄弟自从大学毕业之后便从事空姐的工作 他的这个阿拉伯朋友经常给他写进 以维持两人间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职位非常适合我 我很欣赏对工作忠诚的人 你想生活的自由自在 难道不是吗 写出下列动词的被动名词 并将其填在合适的位置 以前古人在旅行中会受到饥饿口渴 野兽的威胁 孩子问他的父亲说 爸爸老实说的空气中有看不到的灰尘是真的吗 同年时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为了不让其变质 脱水食品不应该超过保质期 其实这个政策的目的 是实现我国国民的共同富裕 我们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 我们将继续奋斗 像肉 蔬菜 鱼 这些被做好的食物 应该在旁人当天使用 巴勒斯坦人民决心必须收复备战领土 阅读一下简短文章 解释在下华线的动词之间的区别 学生的愿望 我参观了开罗的一所高中 在其中一堂课上 我问学生们 每个人对自己未来有何期望 学生的平均年龄 约为17岁 有40个学生 十名学生说 他们想成为海外大使 七名学生要求成为工程师 六名学生喜欢当飞行员 五名学生更愿意成为科学家 有四名学生想成为议员 有三名学生打算当军官 有两名学生想当商人 有两名学生希望成为法官 一名学生说他选择当记者 也许他不想伤我 也许他不想伤我的心 所以他决定赞美我 读下的句子 区分化现部分的意思 你能从旅行中学到很多 你能从旅行中学到很多 你途经每一个国家的边境 就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七指点 环境问题没有特定的界限 而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决定不再犹豫 每一位飞行乘客都想最大程度的 从机票价格中获益 为了能最大程度的利用好时间 我将有规律的工作 我没有想到这个百万富翁 竟如此吝啬 从某种程度上 我同意你的观点 这位姑娘很像 仰式明星张子怡 他们俩之间的事已经告吹了 已经到其中一个要求断绝 合作关系的地步了 你不认为我们已经在一个船上 而且已经使出很远了吗 从阅读阿拉伯小说中 我发现了无穷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 不会就此止步 自然是个谜 大自然的每一个秘密 都有其相应的解释 与此相对应的是 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谜 它孕育着一切 珍贵美丽高尚的东西 从1990年到2005年 我目睹了很多 直到今日仍未平息的事情 教育在中国受重视 不管公立还是私立机构 都很重视教育 我们不能够正如他所说的 活在过去光辉成就的记忆中 而应该如他所说 追寻更多的场景 为下列短门标音 并翻译成中文 由于是神圣的关系 他联系着两个或者更多的人 这些人彼此有爱 为对方着想 他热衷于对他有利的事情 并且在快乐和悲伤方面 站在他的朋友一边 在困难中也不抛弃他 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 患难见真情 人们有很多认识的人 但是真心的朋友却很少 当可能遇到困难 他能区分爱他的忠诚的朋友 和生命中的过客 我们看到朋友站在他身边 帮助他 安慰他 当那些人远离他 逃避帮助他 而像那些人就不被认为是朋友 他们也不懂友谊的意义 朋友是朋友的 静子 也就是说 人们与在道德和原则方面 至同道合的人 唯有 你会发现好人与好人唯有 坏人与坏人结交 善恶不能达成一致 因为这两种人是往不同方向走的 假如你珍惜你的朋友 爱他如爱己 致力于让他满意 劝告他 忠于他 那么你就是一个忠诚的朋友 不打扮 我真正好 你不是说 我真正好 你不是说 你在这种 我真正好 对你 我真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